今天跟大家介绍 讲宋美玲的师父 郑曼清 郑曼清 郑曼清是我小时候的偶像 在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霍元甲 这个叶问 我小时候心里母亲的武林大侠 只有一个人就叫郑曼清 郑曼清 外号叫武爵老人 哪武爵 诗 书 画 一 武 五个都厉害 他跟张大千好到要命 张大千曾经说过 黄金碧的山水 郑曼清的花鸟 天下无霜 就因为张大千讲了这个话 因此讲宋美玲 就去找黄金碧 学山水找郑曼清学花鸟 所以我刚刚讲 他是张宋美玲的师父 指的是绘画师父 郑曼清的五 跟我刚刚前面讲的两集来都不一样 他是唯一真正 不是明镇大江南北 是明镇世界 不是明镇大江南北 好 郑曼清小时候得了费结合 费结合 他的父亲就把他送去 跟谁学 杨城府 如果你有看上一集就知道 杨城府 杨露禅的孙子 杨露禅的孙子 杨氏太极的掌门人 来大家看一下 杨城府 坐在孙露堂旁边 这个杨城府 我们等他一定要再讲一下杨城府 好 郑曼清他爸爸 因为他就把他送去 跟杨城府 学杨氏太极 他学会之后 他自己创造了 太极长权 自称是郑氏太极 他的太极长权 不要以为打长的 不是 因为他身形比较瘦小 他是你打过来以后 我借力 把你推掉之后 我一个滑步 漆进你 然后我用寸进 双进来 我不是用 这样很大 我用寸进 有点像 这个叶问 的权术一样 我用寸进 就把你打飞掉 好 他跟杨城府 这个学了之后 他身长不禄 但大家都知道 他武功高强 因此教育部 找他当边省委员 所以 在大陆的时候 跟在台湾的时候 跟在台湾的时候 也有大陆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用了所有的武术教材 都郑曼清编的 郑曼清真正正经武林的是什么时候 就是抗战胜利 在南京办一个全国的胜利 这个迎接胜利典礼 那个轰动一时 世界各国 这个都来了 这时候 这时候居然有人提议 在场有十二个国家的武官 功夫都很高强 就说能不能典礼之后 大家切磋一下 他们搞不清楚 老奖身边有个郑曼清 就曼清你去吧 郑曼清出来就说 一个一个打太累了 我一个打十二个 哇 人家想这个小小个子 怎么可以一个打十二个 他说没关系 就来吧 他打伤六个 认输六个 媒体是有写的 这不能我乱讲 因为抗战胜利典礼 所有媒体都来 这报纸是有灯的 报纸这一灯 不只是中国的报纸灯 世界的报纸都灯 因为他打伤了十二国的武功高手 能够在中国来当第一武官的 都是非常非常厉害 从此 所有外国人都要跟他挑战 我先讲法国的 法国人邀请他到法国去 那法国人知道他的拳脚武功很厉害 法国找了法国那一年 奥运的西洋剑冠军 我看你怎么打 郑曼清说 给我一把木剑 因为我不想伤人 郑曼清又木剑 把法国西洋剑冠军 给打败 1963年听清楚 这个是有记录的 1963年 法国电视台 带了三个武林高手到台湾 当然他们来做台湾专辑 是包括了很多部位 比如说绘画他们有介绍 介绍了张大千 来台湾 这一段不但法国电视台有灯 张大千你看他回忆录里面 他有写 他说郑曼清后来武功高绕 可以隔空商人 隔空商人 那个叫做凌空禁 他们不叫隔空禁 叫凌空禁 他可以打凌空禁 他说张大千在这个里面 因为他跟郑曼清太好 所以他在现场 三个武林高手一站定 双方一抱拳 突然之间三个武林高手 蹦蹦蹦蹦就往后退了几步 他面面相须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推他 他就是不由自主往后退 他就告诉他们说 这叫郑老师的凌空禁 他可以隔空把你打退 他们三个说 刚才没站好再来一次 蹦蹦蹦 用三个又往后退 他说 郑老师佩服 但是我们还是要打一下 你不能靠这种把戏 让我们从法国飞来就离开 就郑曼清把三个 蹦蹦蹦蹦 全部打倒 1964年民国五三 在台湾发生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读小学三年级 对郑曼清佩服了五体投地 好 英国人要找他麻烦 英国大使馆就叫他说 你来 我们有个卡尔是高手 太高了 你来跟卡尔比一样 郑曼清不喜欢 他就是在行医 行医 做中医 他不喜欢比武 他拒绝 一直拒绝 一直拒绝 突然间有一天 英国一吉武车来 他说 我们有一个五官疾病 很严重 你来救治一下 郑曼清说 救人第一 结果没想到 车子一进大使馆 他撒住了 两排啪 站得满满的 全部在那边挺直 在迎接他 他就知道 这不是看病的架势 车子啪 一进去以后 卡尔站在那边 前面这么高 从地上到这里 这么高的砖头 郑曼清一下车走过去 卡尔一看 他抱个拳 砰一下 把砖头砰 全部打裂掉 给郑曼清下马威 郑曼清看了以后 摇一摇头 走过去说 你的掌好厉害 来 砍我的手 你就砍 不要怕 没关系你砍 就砍 咚咚咚 打了十几下 手都酸了 郑曼清的手说 还打不打 好 这时候又出来一个姓安的 姓安是英国全王 说你能挨打 卡尔打你打你打你 打不动 你只是会挨打而已 你要拿出真功夫来 卡尔说我们较量 姓安的说 我们较量一下 好 姓安的全王 一个右勾拳出去 郑曼清 轻轻一推 一个滑步 半解一个寸劲 就打了他肚子 他两天就倒 两天就倒了 郑曼清 啪 抓了他的手 然后一个滑步过去 拖了他的头 轻轻一拉 又让他站回来 没有让他头倒到地上 卡尔知道 这个先生厉害 而且还保存了他的眼面 英文 从此对他 完全佩服 我告诉你 郑曼清的车子 离开了 一排人 熊啾 这媒体有写 一排人熊啾啾 气昂昂站在里边 等到他车子一离开 他们停车 回过头来偷看 那一群站在 全部都上气 都 郑曼清 除了英国 法国有名 我告诉你 根根有名是美国 他60岁的时候 60岁 从台湾定居 纽约 定居纽约 联合国 请他去表演 武功 他是第一个 在联合国表演 武功的华人 后来西点军校的 主任教官 听到他的威名 请他去演讲 演讲里面 再请他示范 示范之后 西点军校 啪给他一个聘书 他第一个 西点军校 要聘他做 西点军校 主任武术教官 但是 聘书啪 然后送到美国 美国 教育没通过 为什么 因为他年纪太大 美国人是 到了年龄 是不能再教书的 所以他就 没有到西点军校去 所以 郑曼秋 是民政 三国的 都没有到西点军校 没到西点军校 是 吴宽